日军的帽子两边 都有两块布,一直垂到肩膀,将耳朵还有脸颊都遮挡了 很多人都会问,这两块布是不是很多鱼啊 毕竟对于子弹而言,起不到任何缓冲作用 并且还容易遮挡视线,岂不是多此一句吗 其实并非如此,这两块布的作用可是很大呢 日军不仅仅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这种形式的帽子 其他战区也都使用这种类型的帽子 整个二战期间,因为这两块布,让他们至少少死上万人 那么,这到底有什么用呢 一位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老兵解释道 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为了防止蚊虫钉咬 在我们看来,不就是被蚊子钉一枪啊,也没啥事啊 其实不然,在战场上,很多情况下是需要隐蔽的 若被蚊子咬到,发痒的话,很容易不自觉地去挠,这样就 这一段时间,我们看来,不就是为了防止蚊虫钉咬